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將軍澳南填隧道和跨灣大橋通車之後 今天就是第一個上班日 我們就來到清水灣半島這裡實測 看看究竟坐新的巴士線塊 還是坐舊的巴士線塊 我就會坐795X經條警令 上將軍澳隧道再經觀塘 在拔萊女書院站落車 而我就會坐790X行入出康城 再上跨灣大橋和張南隧道 出到觀塘之後就會去佐敦幼寧堂 我們就看看究竟坐新線還是舊線塊 來到佐敦幼寧堂這裡 需時大概43分鐘左右 是出了出行道的時候 是會有少許擠塞的 但是將軍澳的路段 整體上來說都是非常之順利的 我們8點04分開車 現在大概8點16分 就到達調景領站 8點24分 我們準備進入將軍澳隧道 看到路面有輕微塞車的情況 8點43分 到洪水 路面情況很擠塞 我們就來到佐敦幼寧堂了 Krissy 你的車程是怎樣 8點04分上車 大概20分鐘後就到將軍澳隧道 今天將軍澳隧道不失車 所以大概用了44分鐘 就到旅密瑞書院下車 那你的車程又怎樣 我今早8點上車 大概15分鐘就上到跨灣大橋 再過10分鐘就去到觀塘妖道 我整體就用了43分鐘 就來到佐敦幼寧堂 咦 其實行修舊線 來佐敦也只是相差一至兩分鐘 不過我就可以在 呂拔瑞書院下車比較近油麻地 而我下車的地點 就在幼寧堂比較接近佐敦 所以將軍澳的居民 要搭新線還是舊線 大家會選吧 另外我們亦都在張嵐公路通車之前 由清水灣半島搭759X 去到拔瑞女書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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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ütün資訊